第8次 暗黑四即将上市 我准备送出十份暗黑破坏神式游戏 可以跟我一样喜欢暗黑的你们 你没听错 从6月6号开始到6月6号 每一天都会送出暗黑四游戏本体 总共会送出十份 只要记得订阅YT,Twitch Facebook粉丝团这三个平台 影片按赞、留言、分享 就有机会获得暗黑破坏神式游戏 參加的連結呢我放在影片下方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直接來Twitch詢問 別忘記哦!三個平台都會送哦! 好的,那我們接下來介紹有關暴擊、壓制、幸運一擊 差異還有公司怎麼計算 所有的傷害來源只有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就是直接傷害跟持續傷害 所有的直接傷害呢 都有機率觸發暴擊、壓制、幸運一擊 但是持續傷害就不一樣了 稍後會跟你們做介紹 那我們一般玩家造成傷害的時候 最基本跳出來的數字就是白色的數字 那當我們觸發暴擊機率的時候呢 以前頭上就會跳出來是黃色的數字 但是持續傷害他就不會觸發暴擊機率 例如我們剛剛提到的燃燒、出血、中毒 等等的持續傷害都不會有觸發 那我們角色人物呢基礎暴擊機率是5% 暴傷呢暴擊傷害就是50% 這些數值都可以透過屬性點數 技能或是裝備去提升 暴擊傷害的公司就是基礎傷害 乘以1加暴擊傷害 那我們的平均暴擊傷害呢 就是基礎傷害乘以1加上暴擊機率 再乘以暴擊傷害 接下來我們聊到壓制傷害 因為有提到裝備能提升我們的暴擊機率 但相比之下壓制機率就比較難提升了 壓制機率我們用面板固定是3% 壓制傷害一定是50% 但是除了野蠻人、德魯伊、死靈的某些技能 還有極少的傳奇裝備之外 目前是沒有其他方法能去提升這個機率的 而持續傷害能不能觸發壓制機率呢 是不行的 然後當觸發壓制機率的時候呢 怪物頭上會跳出的是藍色 跟暴擊的黃色不一樣 壓制傷害的計算方式 他是把傷害再額外加上你的生命跟強忍的數值 也就是你的角色生命越高 強忍越高 壓制傷害就會越高 後期一些坦度很高的角色 可以考慮全稱壓制傷害 至於有些人會問說強忍是什麼 我後續會再拍一部影片做詳細的介紹 另外要提到角色屬性裡面每一點抑制 可以去提升0.25%的壓制傷害 所以攻勢就出來了 壓制傷害就會等於我們的基礎傷害 乘以屬性傷害 加上生命再加上強忍 去乘以壓制加成 再乘上屬性加成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點 能不能跟暴擊同時觸發呢 是可以同時觸發的 同時觸發做成一個combo 就會出現橘色的數字啦 那我們最後來聊聊幸運1級 幸運1級這個屬性我覺得很有趣 第一次封測的時候我看到還想說 這是暴擊嗎 但是實際使用測試過後 發現他完全不同的東西 他的幸運1級在我們角色的技能數 還有裝備附魔上面 會有敘述說 當幸運1級發生的時候 有機率發動特殊效果 也就是說 我們只要觸發這個幸運1級的機率 這些效果就有機會發生 那我們接下來只要仔細看技能敘述 就會發現 我們每一個主動技能 他都有各自獨立不同的幸運1級機率 打一個最簡單的比方 遊俠的有一個技能叫做秘星劍 他的幸運1級機率是50% 那假如我們有一件裝備呢 附魔是說 當幸運1級時 有6%機率去處決非精英怪 就是說每當我們使用秘星劍 系統就會先判定這一次 有沒有觸發那50%機率 那假如觸發的DG那50%機率 他就會再判定說 有沒有觸發武器的6%機率 也就是處決非精英怪 最終的結果就是50%去乘以6% 就變成3% 也就是說呢 每一次我們用秘星劍 就有3%機率能觸發那個武器的特殊效果 當然我們也有裝備或技能能提升幸運1級的機率 所以他詳細的公司就是說 技能的%數去乘以1加上裝備加成 再加上其他加成 最後再乘上這個效果的機率 就是你實際觸發的機率 這邊可以發現 因為他是相乘 效益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選擇效果觸發機率較高的效益 會不會努力堆疊裝備去提升幸運1級 來的效益更好 而且好非常多 當然如果你追求幸運1級最大化 那你還是要優先選擇幸運1級高%的技能 裝備也要選擇附魔增加幸運1級的機率 觸發效果也要選擇高%的 就是全部都要 那我們前面有提到 持續傷害是沒辦法觸發暴擊跟壓制傷害的 但是呢 幸運1級的話它可以 雖然計算方式會有一點不同 假如說某個技能它的幸運1級機率是30% 它可以持續6秒 每秒造成一次傷害 那就會變成說30%除以6 變成5% 它有5%的幸運1級機率 另外還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本身沒有搭配任何 幸運1級效果的裝備或技能的話 那幸運1級機率 就跟你角色完全沒有關係了 因為它就算觸發了 也不會有任何事情發生 沒有效果 所以你在選擇裝備的時候 就完全可以不用考慮 幸運1級的附魔屬性 好啦 那我們今天按K這個小知識 3個屬性 就介紹到這邊 後續會再推出更多內容 有興趣的記得訂閱按讚 我們下部影片見 從6月1號開始到6月6號 每一天都會送出IS遊戲本體 總共會送出10份 參加的連結我放在影片下方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直接來Twitch詢問 別忘記喔 三個平台都會送喔